第九百八十二集 梦早晚会醒 你认识那么多人 我哪知道谁送你的呀 不会是文家昌吧 顾可可说着就要往下摘 但是却被桑小彤拦住了 不是的 送你了 不要摘了 这是你该得的 桑小彤说道 不行不行 什么叫我该得的 我可要不起这么贵重的东西 而且一看就很值钱 是不是很贵啊 顾可可问道 桑小彤坐起身 问道 哎 墨小彤给你买过什么首饰吗 顾可可想了想 这还真是没有 一来呢 自己没有带首饰的习惯 二来呢 也不想让墨小彤再为自己破费 自己虽然知道他现在有钱了 但是那些钱是怎么来的 自己并不知道 他还清楚地知道 墨小彤和一个电视台的女主播 不清不楚的 那些钱是不是来自那个女人 这都不好说 所以啊 自己现在已经很知足了 没有 你知道我不喜欢那些东西的 顾可可说道 那不正好 这东西就是墨小彤的一个朋友送的 我也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但是绝不是墨小彤的女人 你想想 她的女人会给情敌送东西吗 桑小彤笑笑问道 朋友送的 什么样的女人啊 顾可可问道 嗯 看起来三十多岁吧 长得很好看 而且看上去是那种很有威严的样子 我感觉她一定是政府机关工作的 桑小彤说道 政府机关里的 顾可可一想就知道是谁了 她猜测的是杜曼穴 因为小妹依依曾经说过 那个时常来找她玩的女孩叫杜小婉 她的姑姑叫杜曼穴 也是墨小彤的女人 当时顾可可就觉得墨小彤太花心了 怎么什么样的女人都有啊 而且后来进一步了解到 那个叫杜曼穴的女人 现在是电视台台长 很厉害的样子 顾可可还特意嘱咐了顾依依 千万不要得罪这个杜小婉 她哪知道 现在杜小婉被顾依依依收拾得是服服帖帖 第二天一大早 莫小鱼直接去机场 等着程卫安了 刚刚坐下 居然有人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莫小鱼合头一看 居然是谢家人 哎呦 这么巧啊 你这是去哪啊 莫小鱼往他身后看了看 发现还有几个人一起的 只是没过来而已 我去美国处理公司上市的事情 你去哪啊 谢家人非但没有打个招呼就离开的意思 反而是坐到了莫小鱼的身边 我去上海转机 去伦敦有点事 莫小鱼合上了手里的书 谢家人瞟了一眼 笑道 你真是有意思 去英国拿着一本日文词典 英国有很多日本人吗 还是去了要和日本人打交道 都不是 我最近在自学日语 所以没事的时候就看看 莫小鱼说道 哎 我看看你是哪一趟航班 我们也去上海转机 是一趟吗 谢家人问道 莫小鱼只好把自己的机票拿了出来 谢家人一看 高兴的说道 哎 还真是一趟班机啊 莫小鱼就没再说什么 基本都是谢家人在问 莫小鱼才回答 从不主动问起谢家的任何事 包括杨帆 莫小鱼不想让谢家人以为 自己是他掌管谢家的障碍 既然自己都做了承诺了 那么就要言出必行 过了一会儿 陈伟安来了 莫小鱼和谢家人打了个招呼 就离开了 各自登机 哟 等了很久了啊 陈伟安问道 也没有了 我是怕耽误行程 哎 对了 董子梦有新的消息吗 啊 刚脱离生命危险 这一次啊 死里逃生 董事长都担心死了 所以我必须要去 倒是你啊 给我强拉来了 实在对不起啊 陈伟安不好意思的说道 陈哥 你这说的哪里话 子墨也是我朋友嘛 他现在有麻烦 我肯定要去的 要不是国内这段时间 事情很多 你不去 我都会去的 墨小鱼真真假假的说道 陈伟安点点头 和墨小鱼一起上了飞机 墨小鱼以为在候机厅 和谢家人打了招呼了 上了飞机就没事呢 但是没想到 谢家人居然坐到了 他的座位旁边 巧合的是 陈伟安和墨小鱼的座位 没有买在一起 墨小鱼虽然和杨帆相认了 但是却并不想让更多人 知道自己和杨帆的关系 因为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对自己和杨帆都不是好事 你又跑过来干啥 生怕别人不知道 我们的关系 墨小鱼无奈地说道 墨 你说我该怎么称呼你 墨小鱼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还是叫我名字吧 这样大家都舒服些 谢家人笑笑说道 那我在外面叫你名字 在家里我还是叫你哥吧 否则 妈会没完没了地输了我 随意我不在意这些 墨小鱼无可无不可地说道 你不在意这些 那你在乎妈妈 谢家人盯着墨小鱼的眼睛问道 说实话 我至今都觉得这是个梦 早晚都会醒来的 这是时间的问题 墨小鱼没有回答谢家人的话 但是意思表达得很清晰 那就是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 就是顺其自然 和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 就是味道了 详本当的态度 但是我们会有点 如果在翌尼的 쪽 尽感 就是这件事的爱情 老 Zwe